如果要把長寬高直接截取C到1欄,這個當然有幾個方法,不然就用函數嗎? 可是問題,這個函數的困難度相對會增加許多,因為如果用fine的話,你可能就是fine第一個,那可是如果第二個怎麼辦?你繼續往後fine,那不是位置就要再更動第三個 後刮戶也是一樣,所以這個複雜度太高了,我建議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我這邊提供了另外一個方法 哪一個方法呢?我想以這一題來看,你可以用那個資料裡面有一個叫做資料剖析 這個資料剖析,有的時候當然如果你沒有函數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或者是即便可以解決也非常複雜的話 那你可以想想看有沒有其他內建的功能,比如說以這一題來看 你們可以利用那個所謂的資料剖析,那資料剖析什麼剖析? 一,先把B2到B8選起來,選的時候記得要選對範圍 第二個的話,再按一下資料剖析,那資料剖析裡面它會有兩個選項給你 一個是,是用那個什麼呢?分剖符號嗎?還是用固定寬度呢? 那因為分剖符號呢?一般是,如果你裡面會分割的位置都是同一個符號 那當然你可以用分剖符號,比如說用逗點啊,或者是用那個什麼TAB鍵啊 或者是用那個什麼其他的符號的話 那這邊你可以用分剖符號,不過因為這個符號我們有兩個 一個是前掛一個後掛,所以比較不適合 如果你要用那個分剖符號,你可能要分割兩次 那所以我這邊用那個所謂的固定寬度 下一步,下一步之後的話呢 那它會問你說那你的寬度應該從哪邊到哪邊 那這裡呢,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你要分割的位置啊,可能上面有個尺規 你要在這個尺規上面點一下 而且要記得點準啊 這個還點,如果你點歪了沒關係啦 比如這邊假設我點歪了對不對 那特別注意啊,你可以再點擊上面黑色的三角形 再拖拉,也可以還是可以離同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呢,可以把你的長寬高的頭跟尾 把它切開來,好 這樣的話呢,有什麼好處呢 接下來按下一步 先把那個長寬高要的位置 先把它用兩條線分割下一步 再來特別注意哦 你要的資料有哪一些 其實就是長寬高裡面這些數字 那哪一些不要呢 像這個長寬虎有沒有,不會入尺規 寬這個部分不會入尺規 高這個部分不會入尺規 最後這個後寬也不會入尺規 也就是說齁,你要的就不用更改 你不要的部分呢 就利用不會入尺規就可以了 那最後記得齁,把結果放在哪裡呢 它預設會是在B2啦 B2是在這裡 它會把它蓋掉 不過我們要的不是放在這裡 我們要的是它從C2 來幫我往這個 右下角幫我把它填滿 那特別注意哦 最後目標儲存歌 把它改一下 改成C2 否則它會把原來舊的 那個B2的資料給蓋掉 好,最後呢 你就按一個什麼呢 按一個完成 按完成之後它會怎麼樣呢 自動幫我把 我原來的這個長寬高的資料呢 按確定 你會發現 全部呢 就幫你匯整過來了 所以以這一題來看 有時候呢 用函數不見得比較好 OK 特別注意哦 這個地方呢 資料剖C 這個地方恐怕特別注意哦 第一個步驟呢 一定要選對 選B2到B8 選完之後按資料剖C 然後記得用固定寬度 下一步 再去選那位置 位置記得要點對 點歪了沒關係 你可以再把它拉過來一點點 它可以再讓你移動 那把這個長寬高要的這個數字範圍 先把它怎麼樣 通通都把它框起來 框起來 框起來之後按下一步 然後記得把不要的部分不賄賂 不賄賂 不賄賂 所以會有四個是不賄賂的 目標儲存格呢 選擇C2 OK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就可以完成 我們賄賂資料的動作了 所以其實資料剖C 有時候針對那個像 你在切割資料的時候 還蠻好用的 像我常常 如果你不要去想說那個函數 尤其是這種這麼多東西 你要慢慢去做 想那個函數怎麼寫 有時候其實緩不計其 那反而是用資料剖C 它可以快速的幫你把結果給匯整到你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然後你按個確定 不過它還是會出現一個 要不要取代那個目標儲存格內容 你選這4 它就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結果給加到這個範圍裡面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當然如果以那個152分別擷取長官高這一題的話 可以多用 多學一個 所謂的那個資料剖C功能 OK 那這個資料剖C 它還蠻好用 尤其是用在像你的資料是外部 像從資料庫啦 從ERP啦 或者從網路來的資料 它通常會有一些資料可能需要把它去除剃除的 那你就可以利用資料剖C來做 不過資料剖C 它可能有一些可以做啦 不過有一些不能做 特別注意資料剖C在使用的時候的第一步 因為其實最容易犯錯的就第一步沒選對 因為之前有同學 直接把B欄整個選起來不對 因為它規格也選進來 記得選B2到B8 看一下資料剖C 這樣第一步一定要做正確 後面的話 它可以用在分隔符號 或者是固定寬度 不過固定寬度 你可能要選 你可能要剛好那個 它的寬度是剛剛好 在同一條線上 如果不是在同一條線上 那恐怕也不行 那另外分隔符號的話 你可以是各式各樣的符號都可以 它會幫你做切割 那這裡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用資料剖C的方式 幫我把資料給切割出來 那當然這邊會有一個 一個後續的部分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剛剛的動作 因為其實切取長官高 理論上是要做很多 包含就是用fine函數 fine函數裡面的話 還有第一次fine也許不用star number 第二次fine呢 那可能要再把那個你前一次的公式放在star number裡面 讓它再往後面 在第二次fine的話呢 在star number裡面還要再把前一個公式 放在star number加1 找到的位置往後 那第三次恐怕更長 那第三次恐怕更長 其實在那個excel裡面有一個功能 叫做 錄製聚集 不過特別注意 那個錄製聚集的作用是什麼呢 假如說你今天希望 一鍵完成按下去 你自動就可以把剛剛的動作 全部再幫你跑一次的話 那你可以用錄製聚集 這個錄製聚集怎麼錄製 我們大概看 那個錄製聚集其實跟VBA還蠻像的 差別是你不用自己寫程式 那怎麼錄製 第一個請各位先把那個你的開發人員標籤先找出來 不過這個開發人員標籤 怎麼讓它顯示出來 預設你們的電腦應該是沒有出現 除非你之前有曾經寫過VBA 或者錄過劇集 不然的話呢 這個開發人員標籤是沒有辦法自動產生的 那要怎麼樣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不過特別注意 我這個版本是2010 如果你是2010的話 或者2010以後的版本 可以從那個最上方 有一個叫做 有一個小小的箭頭 找到其他命令 如果2007也是一樣 不過2003好像本來就已經有了 找到工具裡面 各位找一下 然後請你找到那個其他命令裡面的 制定功能區 左邊有個制定功能區 請你把那個制定功能區裡面的 開發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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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本來是沒打勾 請你把它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呢 按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在你的那個 上方頁簽會多一個開發人員 但是如果你是2007的版本 可能要換一個位置 好像我記得在上方有個常用 如果你是2007的版本 比較不一樣 上面有個常用 常用裡面一樣會有開發人員的那個標籤 你一樣把它打勾就可以了 所以可能版本不同的話呢 請就是用不同的那個方式去開啟 所以第一個 這個開發人員要把它打勾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說我今天想要錄製一個功能 這個功能的話 就是你一鍵完成 我先demo一下 這個一鍵完成的這個結果 我把這一邊先 類似像 那這個部分當然 以前剛剛提到的那個VBA 跟這個很像 也是一鍵完成 但是這個資料剖析的按鈕 不是用VBA程式撰寫 而是用什麼呢 開發人員裡面的錄製劇 錄完之後呢 當你按下它 它會自動幫你一樣 幫你把資料填上 那如果你需要一個清除按鈕 你也可以再自己錄製一個劇集 然後呢 讓它再採用一個按鈕 按下去 它這個範圍也會清除 那這個部分怎麼做呢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剛剛主要是熟悉那個資料剖析功能 當然如果說你想試試看 用剛剛的方法 用函數的方法來做 當然也OK 不過我是建議 像以這一題來看 如果用剛剛的那個fine函數 加密的函數 那個邏輯 其實會非常複雜 反而用資料補析會簡單一些些 這裡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如何錄製劇集 然後呢 如何讓這個劇集 可以執行